若来向保隆抓穿五百年的历史 但在过去刷是台风现地的空间 第三年前关户整顿后 现在已经是为当地的任务金店 并且来为外管理 你为了让台风警告发明 英文管理人曾盛齐 也把原本的水疗中心来经历 大做一处新态地 本年管议员区续问也特别换耍 邀请金理专家中东文 提供365月的金理是在新态地中 为人类注入新火水 从这些这些金理来放入新态地里面 既来当地新态地白变得更加豐富 毕竟来向保隆抓穿五百年的水疗 原本是一度来豐富 但是在英文管理人 曾盛齐的中心经理 以及引进洛水客客水了 再来搭造新态地 因为我们存知这个最主要意义 也是希望说把这一点核化 因为核化之外 就成为我们林内乡的旅游 跟农产的推广中心 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生态组 可以越来越繁华 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是希望说 我们泽水溪溪的鱼类生态 希望说来到这边 我们这个生态石可以成为他的民宿 去棲息的地方 昨天本人管理人 乎世闻的砍刷 这次是特别邀请到金吏大人 中冬云 提供了365只金吏 便来放入生态地 中冬云表示 生态地是很适合金吏来行动 但是在旁边又来建立投石机 现在放入米8公分的金吏 将一定买年生到30公分 在我们云林县有一个很特别的左水溪 这个左水溪有很多的矿物质 所以金吏在这里生活是很适合的 那我们这一个鱼尺里头的 也是左水溪的水 所以感觉当这个水质是一样的 是特别适合金吏的生长 我们金吏如果有正常在喂养的话 一年大概是有30公分的成长 那这些金吏是两个月 大概8公分左右 府邑官議員 顾身表辞 刚才感谢府邑官政府一开始 对保隆抓穿的经历 现在又加上台本英文以及金吏 担任大家共同的合作 在在地来达造这么特别的生态地 今天未来哪来向也会越来越欢迎 那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赤董那个杨礼的那个冠军 他特别来兼证了整个365位的那个 鲤鱼 让这个池子更加活化 而且在最近里面 这个保隆驿站这里 已经是大家打卡 游玩散步的好地方 所以等到这些鲤鱼都出来的时候 就大家可以再可以散步 又可以静心的好地方 保障365家的金吏也都已经转手 放入生态地里面 既来这些鱼可以来顺利大喊 美来押中在生态地 来整个安全的行政区 让专民都能带来行政 这个美来的经历 既来同意藏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